我是基地最低等级的丧尸 一心想成为高等级丧尸 让弟弟跟我享福 丧尸都天生眼盲 但有一天 我忽然拥有了视觉 然后就在厨房的餐盘里 看到了刚退休的老黄 死不瞑目的脑袋 而一直压迫我们的十二代管理员 一身烂肉 满嘴獠牙 他跟我们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种 我们就是被圈养的畜生 被蒙在鼓里拼命工作 最后落到老黄那样凄惨 现在 乖乖们 既然我能看见了 那么该也有我做庄了 第五栋力区 别告诉他们你能看见 声音很清晰 直接出现在我脑中 未受到嘈杂环境的干扰 什么看见 告诉谁 你是谁 31号视觉传承者 你已经能够看见了 但是不能告诉他们 什么传承者 看见又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搞我 从我够资格申请四季丧尸开始 欺负我的 搞我的 我绝对要打到他记忆深刻 即使丧尸也一样 世界历来如此粗暴 我也从没打算忍气吞声 压下心中的暴躁 我决定先不理会 马上要开炉送料了 我的小组必须站好自己的位置 不然燃料送炉跟不上 大家都会被处罚 哥 老黄头已经被医务室接走了 阿静从我喊道 弟弟阿静小我两岁 是我唯一的亲人 这些年我照顾他很好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老黄头年岁已大 干活跟不上了 最近一直闹未病 已经有好几个组员嫌他累赘 想把他轰出去了 基地不养废人 轰出去就没有吃的 这是要老黄去死吗 我知道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想为自己多争取点 能理解 我的回答也很简单 一拳或者一脚 他们能不能理解我不知道 反正这欠揍的想法 没人再提了 阿静私底下以后说过 轰走老黄 能让大家多分到一点食物 我没打他 从小到大 我一次都没打过阿静 记得当时我沉默一会 问阿静 记不记得小时候 他藏下来干饼子 接记我们俩 听到阿静如捏着退了回去 我第一次对这个弟弟 有点失望 全体 开炉门 送料 我补在老黄头的位置 抄起了铁线开始送料 同时心里暗暗琢磨 怎么样才能找基地管理层 多要点吃的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 炉门被打开了 恍惚中 我觉得大脑出现了错乱 一片红光 带着热量扑面来 怎么回事 之前我面前只有黑暗 我们都是用听觉和嗅觉 来感觉周围的 这些红光是什么 前面这两排身影 为什么这么清晰 他们是我的组员吗 为什么他们的身影 不是一团一团的 反而能清晰地 分辨四肢和身体 等等 这是 看见 这是刚才那声音告诉我的 看见 这 我看见的场面太清晰 比听见 摸到更直接 我好像比别人多了一个感觉 看见 我慢慢地举起自己的手 轮流挡住嘴 鼻子 耳朵 眼睛 眼睛 让我能够看见的是眼睛 而周围 大家都在摸索着产韵燃料 动作迟缓 神情麻木 眼睛空洞无神 虽然睁着 却一直用耳朵和触摸来感知 侧头听向了十二代管理员 我突然发现 用看见去观察他 效果更好 他的一举一动 我都能及时掌握 甚至不用专门去看 擦汗的时候扫一下 我就能看见 他侧着耳朵 努力听了组员们干火 时不时发出几声呵吼 不对 有异常 虽然无法快速协调 看见的和听见的 可是隐约间 直觉在疯狂闪烁 似乎有什么很重要的信息 冲击我的试海 插一下我顾不得伪装 仔细看着十二代管理员 和传送带旁边的组员 凭借这个莫名其妙而来的能力 我终于找到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十二代管理员 皮肤干硬破败 满嘴獠牙突出 长长的流弦挂在嘴边 相貌虽与我们不同 却仍算接近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身上的几个伤口 深浅不一 肩膀下面的伤口最深 触目惊心 都能看见里边的内脏了 却没有一点鲜血 只有干燥灰白的筋肉 随便挂在上面 像不小心撕破的衣服 对我们来说致命的伤口 放在他身上 就像衣服上的一些破口 根本无关紧要 这身体与我们完全不同 我没少打架 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可是这样的伤口 是要刷新我的认知吗 干 我们不可能是同一人种 不 根本不是同一物种 那么 我们是什么 他们又是什么 一次次分析后 我的心情极度复杂 答案是唯一的 根据基地一直以来的宣传 他们肯定是丧尸 基地的保卫者 自由民主的战士 而我们 既然被丧尸管理和统治 那就只能是自私贪婪 不断发动侵略的人类了 抛开乱七八糟的想法 当务之急是研究怎么逃命 而且是带着阿进一起逃命 阿进无法看见 这对我们的逃亡影响很大 悄悄观察着四周环境 我还是感觉事情不合理 我们自小被基地教育 以为自己是最低等级的丧尸 拼命想晋升等级 现在看来 我们根本就不是丧尸 而基地那条最严苛的法律 丧尸社会等级森严 有敢跨级别接触者 已经发现立刻消灭 他们害怕我们知道真相 所以才有这样的法律 可现在该怎么办 显然 蹲在这里是没有答案的 正巧 我可以凭借势力的优势 尝试解决 盯紧了丧尸管理员 我脚下慢慢向后退去 十步 二十步 三十步 终于 我摆脱了他的听觉范围 开始了向外探索 一边向外迂回 我一边暗自咬牙 MD 这些年 你们玩老子玩得很爽啊 天天教育我们基地 是所有丧尸的 失权 失命贵 强行洗脑下来 我们全都以为自己就是丧尸 虽然现在等级很低 但我们拼命工作 为的就是申请提升丧尸等级 结果呢 不会有等级 我们是被圈养的畜生 被蒙在鼓里拼命工作 最后落到老黄那样凄惨 可笑 亏我当初还想 我能打能拼 最起码晋升个高等级丧尸 到时候我的儿子就是十二代了 想起这些 我脸上火辣辣的 这份羞辱 我必须连本带力拿回应得的 否则岂不真的成了大冤种 脚下没有一点声音的 我悄悄地摸到了A3区 据说 这里不实行食物管制 空气也比我们工作的B5区轻盈一些 不像下面 空气闷热潮湿 各种意味混合着烟尘 仿佛始终有一块湿抹布盖在鼻子上 得益于良好的空气质量 在一阵微风浮过后 我嗅到了一丝香气 虽然分辨不出是什么 但我的胃告诉我 食物就在不远处 寻着这股味道我摸进了操作间 长长的操作台上 胡乱堆满了食品 让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半烫 才能给组员们带回去好多 幸福来得突然 消失得更突然 刚拿起一块点心 我就被台上的一堆事物吸引了 大腊在侧面的 缺两根手指的右手 瘦弱的肩膀 突出严重的驼背 老黄头 他不是被送去医务室了吗 在这里干什么 带着疑惑我靠近过去 这是我从未想象过的残忍画面 眼前的老黄头已经不完整了 身体和四肢被分别盛放在 大大的不锈钢餐盘里 内脏和头颅一前一后摆放 旁边准备了好几份刀叉 一刹那 好像所有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胃部激烈翻腾 喉咙却像被堵住 几分钟 也许是几秒钟 我的胸口像被灌满了燃料 急待引燃 点爆 思绪翻滚间 我知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扭曲 牙齿似乎都快要咬碎 即使这样仍有巨大的仇恨和羞辱 无法发泄 小时候 我和阿进总是被别人抢走食物 其实我拼命也没用 这时候 老黄总会拿出他藏下来的一点食物 像被小鸟一样 看着我俩吃掉 可以说 没有老黄 我和阿进早就挂了 后来我长大了 老黄就有点怕我 平时总是躲着我 但是每次我和别人拼完命 回来包扎伤口的时候 他总能摸出一块饼子递过来 我曾想过 如果我有父母 大概就是老黄这样 有时候 老黄习惯性地跟在我后面 似乎想说点什么 有时候 我也想和老黄聊聊天 但是最后 我俩谁也没说过什么 现在 这个小老头已经死了 我更不知道和他说点什么了 我只知道一点 这些丧尸杀了老黄 还要吃掉他 看着老黄 我知道了所有人最后的下场 这个结局 我不接受 既然我能看见 那我就要让基地按新秩序运行 想吃掉我 那我就砸烂你 很公平 不是吗 决定好以后 我反倒冷静下来 快速打包了一部分食物 我把老黄手里的砍骨刀拿了下来 又找到一根铁管套在了刀柄上固定好 这样一把简易大砍刀出现在我手中 离开之前 找了箱子 我把老黄装了进去 老头 你不会被吃掉了 火葬可好 还有 别嫌孤单 没准我很快就去找你了 扛着箱子 一手提着大刀 我又悄悄溜回燃烧炉 这里没有异常 组员们还在麻木地工作 看着这些组员 我内心全是庆幸 如果不是能够看见 我们肯定还在拼命工作 直到最后被吃掉 只是 看见这个能力 为什么会突然在我身上出现呢 不知道能不能让兄弟们都能看见 也不知道 我能带着他们走到哪一步 把箱子放到传送带上 看着他被烈火吞没 我觉得这个简陋的仪式 和老黄头很般配 将来和我肯定也很般配 我把带来的食物交给阿进 告诉他分给所有人 现在就吃 今天燃烧炉不生产了 我决定的 十二代管理员 确实是个模范员工 燃烧炉刚停产 他就跑过来了 为什么停炉了 你们是不是皮痒了 老黄死了 所以 我把炉子停了 这个因果关系 明显超出了他的思维高度 他站在原地眨巴着眼睛 又挠了挠头皮 然后 沟通不在一个频道 我懒得无限循环下去了 老黄被你们送去医务室 结果却死了 谁干的 我不管谁死了 燃烧炉不许停 现在马上 给我干火 干火 我干 跨前一步 我抡起手中的大砍刀 向他的脖子砍去 当 一声巨响 不愧是三级丧尸 千军一发之际 他用随身携带的铁管 挡住了我的大刀 这家伙力气大得离谱 我双手都快拿不住刀了 只好纵身后退 燃烧炉不许停 现在马上 给我干火 老黄保佑 还好 他脑子很迟钝 活动双手的时间并不多 他已经反应过来了 你 要 造反 我不说话 悄悄地把大刀对准了他的脖子 同时 脚下也选择好了退路 警报 没等他喊出来 我赶紧伸刀割断了他的气管 然后快速后退 翁铁管伴随着沉重的风声 从我面前划过 砸在了地面 哥 低头看去 阿进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 抓住了丧尸的铁管 脸上长得通红 正在和丧尸角力 就是现在 我上前一步 刀刃的寒光 硬衬着炉门里的火光只一闪 便将他连头戴肩膀 斜着劈了下来 这一刀 只是私人恩怨 不关其他 接下来开始的 才是真正的复仇 时机没到 这件事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大家 动力炉有故障 我和阿进要去找维修班 没人怀疑 大家都在默默地吃着 离开众人 我把阿进带到僻静的角落 阿进 如果你比别人多一种感觉 不用听 不用摸 就能感觉到周围一切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们不是丧尸 是人类呢 哥 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燃烧炉没有故障 还有那个管理员 你回来就把他打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阿进头脑聪明 预事总是思考很多 不像我直来直去 手比脑子快 面对阿进 我的弟弟 唯一的亲人 我把事情经过 和我的结论全部告诉了他 听完我的详细叙述 阿进的呼吸越来越粗 显然 他意识到了 看见带来的巨大优势 低头沉默半天 阿进突然眉头眉脑地说道 我也要看见 哥 你当时是怎么看见的 没得到答案 阿进不依不饶 一定要我仔细回忆全部过程 在他的努力 或者说执念之下 终于有一个细节 回到了我的脑海 两句话 当时在我意识里 一共是两句意思完全相同 但措辞并不一样的话 而且 第二句话明显是回答我的提问 有方向了 对方可以沟通 秉吸您神后 我拿出最认真的态度 向脑子里的某种存在问道 你是谁 怎么能找到您 到A2去找我 还真是言简一概 虽然带着阿进 但周围环境嘈杂 我在看见的加持下 一路波澜不惊地摸到了A2区 这里空荡荡的 只在中央位置 有一个透明空间悬空而立 有一条只容易人的金属通道 与外圈相连接 四周很安静 这样不好 我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 果然 我和阿进即使在小心 还是发出来一点点声音 一眨眼功夫 四五个丧尸出现在周围 各自五刀弄枪 慢慢围了过来 看着他们笨拙地靠近 让阿进退后不要出声 四肢算个屁 我要打十个 看准了他们冲过来的队形 我脚下不带一点声音的 移动到最后一只丧尸身边 一个过肩斜坯 解决掉了第一个 前面三只丧尸猛地停下脚步 反身又扑了回来 看得出来他们受过训练 队形还是保持得很好 武器挥舞肩 基本没有什么空隙 如果不是能看见 我根本没有机会避开 现在形势完全不同 只要我不发出声音 这些丧尸就随便我怎么看 在被我再次点杀了两只丧尸后 仅剩的那只丧尸大叫一声 不顾一切地想逃开 可惜他已经彻底慌了 竟然一头撞在了墙上 沉重的身躯 咣当一声倒了下去 手里的铁叉也飞出去老远 很好 这一波算是稳了 我感觉不费吹灰之力 这战绩让阿进张大了嘴巴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哎呀哥 这么 简单 阿进足足两分钟没有说话 脸上的表情也很怪异 一会咬牙切齿 一会又露出傻笑 看来他彻底明白了 看见的巨大作用 再次确定周围没有丧尸后 我和阿进分别手持砍刀和铁叉 小心翼翼地来到透明房间外 刀痕斑驳的透明门 无声无息向两侧划开 显示出欢迎我们的意思 房间里不止简单 只有一排屏幕 安放在半人高的地方 其中一面正在悠悠散发暗淡的绿光 第三是一视觉传承者 你没有找到能源 任务仍未完成 尽管我对这声音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阿进的反应这么激烈 他对着四周胡乱挥动着手中的铁叉 声音似动喝 又似哀求 就是你 给我看见 我要看见 马上 给我呀 还好我能看见 不然现在就挂在铁叉上了 惊怒之下 我抬手一个勾拳打在了阿进肚子上 效果不错 他马上就安静地趴到一边抽出去了 对方不做任何沟通 就直接宣布我该做什么 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让我隐隐有些恼火 也产生了一丝模糊的戒备心理 能不能先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丙六基地能源严重不足 你是系统激活的第三是一视觉传承者 你必须尽快找到能源 只有这样系统才能恢复正常 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人类 为什么和丧尸一同在基地 还有 我为什么能看见 上上各纪元末期 全球性能源危机引发了核战 基地就是各国政府提前修建的避难所 受核战污染 部分人类变异成为丧尸 人类与丧尸争夺资源 长期的战争后 双方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俘虏 你们就是当时人类俘虏的后代 丙六基地由丧尸控制 在初步解决粮食危机后 开始圈养人类充当苦力 所以你们在这里共存 系统每隔87648小时 便会动用基存的能量发射脑电波 随机激活一个人类的视觉神经 恢复视力 这次是你 所以 你的任务是尽快寻找能源 有问有答 这使我的心情平衡一些 所以我要求他把阿进的视觉也恢复 然后尽快寻找能源 没想到 系统拒绝了 无法恢复 能源危机突然爆发 随后低耗程序接管系统 每次只能恢复一个视觉传承者 用以寻找新的能源 失望来的措手不及 不只是我 还有阿进 我看见他已经举起了铁叉 正在犹豫该不该暴力发泄 我仍不想放弃 我必须为阿进 为所有同类争取光明 必须恢复他的视觉 我们一起去寻找能源 否则我就不去 哪怕杀死我 无法恢复 系统能源不足 系统会持续监测你的脑电波 如果你未能完成任务 那么间隔87648小时之后 系统会随机激活下一任传承者 如果你的脑电波消失 系统会立即将视觉能力 转移到最接近你位置的人类身上 根据计算 这是最节省能源的方案 也是唯一的方案 还有 第31视觉传承者 除非系统受到攻击 否则不会伤害任何人类和丧尸 我看见阿进 看着他脸上表情阴晴不定 终于 阿进放下了手中的铁叉 看来他无奈接受了这个结果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不让我告诉别人 为了视觉传承者的安全 系统强烈建议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算什么解释 我能够看见了 谁能威胁我的安全 31号视觉传承者 你要尽快出发寻找能源 你讲真心话 我去大冒险 不过 和机器讨论公平 我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傻 目前只有这一个选择 看来只能找到能源 在恢复阿进的视觉了 离开透明房间 我和阿进都不想说话了 我是在紧张盘算着 寻找能源的方案 阿进明显是因为 不能恢复视觉而沮丧 根据系统提示 丙6基地内部 已经确定没有能源了 要享有收获 只能去另外几个基地 碰一碰运气 而外部世界经受了核战洗礼 是否适合人类活动仍是未知 因此我们必须准备 各类装备和挤养 一路向上 沉默半赏的阿进突然问道 哥 很难找到吧 是不是没有希望 看着阿进 虽然有点不忍 但我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去找就有 不去就没有 即使不行 下一次系统激活视觉传承者的时候 无论如何 我也要让他把你激活 阿进脸色惨淡 难难道 十年 要等十年 十年 阿进不再吭声 用力咬住牙 满脸不干 他忘了我能看见了 犹豫了一下 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原以为是条杀戮之路 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预想中 血肉横飞不死不休的场面 并没有出现 在我砍发了几个丧尸之后 其他丧尸没有再发动攻击 反而在领队丧尸的指挥下 包围圈扩大到了松散的程度 丧尸性情狂暴 想让他们敬畏 只有比他们更暴力 就像我在B5去做的那样 而现在 我才杀掉几个丧尸 远远没有达到 使他们畏惧的地步 剩下的 怎么没有一拥而上 还是有点古怪 为了弄清真相 我压制着 把所有丧尸全都砍翻的冲动 把领队丧尸抓了过来 为什么不抵抗了 我俩可是人类 丧尸首领很配合 甚至很谄媚 不抵抗 不抵抗 勇敢的人类 你要继续往前吗 我给您带路 您相信我 我对这片区域最熟悉了 懂管事 现在还是将来 我肯定对你有用 这世界怎么了 丧尸都能规划未来了 还TM连我的未来 也顺便规划了 干净利落地砍下他的脑袋 我摇了摇头 社会进化 就是这样吗 连丧尸都学会跪舔了 再次上前 抓来一个年迈的丧尸 我决定 暂时不再制造杀戮了 不是我不忍心 而是我对这种 处决式的行刑 实在没有兴趣 还好 这个老丧尸 看来经历过相同的情况 知道我最想了解什么 一通解释后 终于让我明白了当前的状况 原来这个纪元以来 每隔十年 就会出现一个人类 把基地搅得天翻地覆 丧尸们被杀得苦不堪言 后来丧尸们发现了规律 只要遇到这位猛人 那么只管服从配合就好 基地天翻地覆 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听过老丧尸的解释 我差不多弄清情况了 甚至因为接触过系统 我还知道 猛人兄就是前几任视觉传承者 这几位前辈 为了造福人类 毅然外出寻找能源 应该是已经牺牲了 奇怪的是 基地最高层 也没有命令丧尸拼命抵抗 几次下来 丧尸们就放水放得很积极了 缅怀过了几位前辈 我面临两难 是先去寻找能源 还是先把基地搞定 环顾周围 阿进还在神游屋外 自从知道了不能恢复势力 他就一直这个鸟样子 周围的丧尸更是不堪 竟然为了帮忙给我带路 而大打出手 也没什么可想的 不把基地的丧尸搞定 找回能源干什么 给丧尸恢复势力吗 只有杀掉高层丧尸 把人类解救出来 让阿进在这里替我镇守 我才能安心寻找能源 喊着阿进继续前进 又骂退了一群 想要帮忙的丧尸 开玩笑 都不知道你们是要帮我 还是要害我 带着你们算什么 探班吗 终于没有向上迂回的楼梯 我们抵达核心区了 阿进 一会跟住我 明白 四周很安静 虽然还没发现丧尸 但想必数量不会少 还好这里比较明亮 让我占据了主场优势 欢迎来到核心区 一道宏大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威严 神秘 少他们装神弄鬼 再不出来 我就开始砸了 老大 这小子脾气挺硬 先给他立立规矩吧 闭嘴 大概是没想到和我同步了 那个声音智了一下 才继续问道 怎么 不喜欢我这个欢迎一世吗 你俩最好出来说话 我不习惯和空气对话 我已经打好主意 只要这两个家伙一现身 我就悄悄靠过去 一刀一个 对方争执了一会 貌似老大非常自负 终于决定和我面对面交谈了 在齿轮铐链摩擦的嘎嘎声中 一个平台带着两道人影 缓缓落在我前方不远处 左边一道剑硕的身影 肩宽背后 看来长期养尊处优 大肚男已经不加掩饰地突出来了 右边那个兽猴 只是一个小跟班 杀掉这两个罪魁祸首 我倒没什么负罪感 目测距离差不多 我直接跳了过去 搂头盖脸就是一刀 当 被挡住了 鬼门关里走一遭 对方被吓得有点发傻 直喘大气 我也有点发傻 不是吧 这么强 助手 混蛋 助手 老大 他还要过来 快告诉他 我们都是人类呀 人类 我瞪着他们 目光呆滞 他们瞪着我 同样目光呆滞 这是什么情况 太荒谬了 该不会是系统出bug了吧 半晌之后 31号吧 混蛋 刚才差点被你砍死 你PM看不出我们是人类吗 是不是存心要杀了我俩 年轻人 把刀放下 好好聊聊吧 你刚激活视觉 还有很多事不知道 手里的刀冷 心更冷 连我的编号都喊出来了 这不可能是丧尸 只能是人类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30号视觉传承者 丙六基地最高管理者 他是29号 我的前任 现在是我的助手 我对他们各自是几号毫无兴趣 我只知道 这俩人一个胖子 一个瘦子 你俩不去寻找能源 狗在这搞什么飞机 我们在下面坐牛坐马 不知道吗 年轻人 我比你多看见了10年 我怎么会不知道 问题是你了解不了解状况 他了解个屁 还有 我比他多看见20年 瘦子很听话 马上蹲到一边去了 年轻人 外面的世界 已经没有能源了 之前还有几个传承者出去找过 他们都没有回来 那都是屁话 不敢去找能源 缩在这里装神弄鬼 我就问你 这些年让我们吃苦受罪的是你们吧 教育我们把自己当成丧尸的也是你们吧 不要冲动 告诉你 我刚恢复势力的时候也是这样 恨不得马上就把人类解救出来 但实际呢 没有能源 基地只能低耗运行 这种情况下 把人类解救出来 基地连20年都撑不下来 明白吗 作为人类 我会不了解自己 我们想法太多 欲望也太多 以现在的资源 我们根本无法满足 满足不了怎么办 他们就会争取 会斗争 到最后 大家一起完蛋 感谢前辈们摸索出来的这套制度 杀掉不听话的丧尸 让其他丧尸能吃饱饭 他们就会乖乖地服从命令 然后呢 当然是丧尸替我们管理人类呀 哈哈 所以你看 现在的基地被我管理得多好 人类有饭吃 有工作 再没有比现在更稳定的了 MD 这个胖子不愧是最高管理者 真能忽悠 你还不如直接说 老子不想吃苦了 我的苦都有你们替我吃吧 看我不说话 胖子开始鼓动我 既然你能看见了 我们就是同伴了 你来做我的助手 咱们一起管理基地 不管人类还是丧尸 没有我们的管理 他们最后都会灭亡的 来吧 31号 和我一起统治基地 我是基地的神 你和他是我的助手 是半神 哈哈哈哈 有那么一刻 我承认自己确实迷惘了 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即使所有人都恢复了势力 以人类的贪得无厌 也许基地撑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被毁灭 再说 外面又没有能源 还是未知 我出去了阿进怎么办 我不是圣人 也不懂什么拯救苍生 我只想让自己和阿进 能够活得好一点 以30号给的条件 我和阿进 也许就能安稳地生活了 如果能过自己这一关 哥 别听他们的 你还犹豫什么 我没犹豫 没犹豫 你是不是忘老黄了 忘了咱俩怎么熬过来的了 还是你想象他们这样 吃人肉 喝人血 阿进的话 让我的脸一下红了起来 那些黑暗岁月 老黄 还有别人给我的帮助 我不可能忘 看来 阿进已经是个 有担当的男子汉了 我很欣慰 看见我不说话 瘦子又开始着急了 老大 我看他们是不服啊 还是动手吧 眼看着30号 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 我突然产生了一点想法 胖子想招安 瘦子却怂恿他 和我动手 看来胖子对自己的地位 很自信啊 瘦子 对 就是喊你呢 这胖子没来之前 你当老大的时候很爽吧 29号愣了一下 偷偷地看了老大一眼 立即否认三连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说的话能骗人 但是他眼里的愿读我看得一清二楚 就是这样 我的想法看来能行 非常有可能 想挑拨我们 告诉你 我俩在一起十年了 一直合作很好 哈哈哈哈 笨蛋 省省吧 是吗 十年前呢 混蛋 十年前我还不能看见 当然是他当老大 所以你一来就换届了 凭什么 他愿意吗 你问过吗 我不给他时间整理思路 一句接一句地砸过去 看来这个胖子 从没考虑过这种情况 思路被我带偏了 只有无能狂怒 我当然问过 他说过愿意了 MD你管他愿不愿意 你凭什么 好了 可以不去理他了 该和瘦子聊聊了 等我宰了这个胖子 基地就交给你 我弟弟也交给你 我去寻找能源 帮我照顾好他 啊 距离上一次被幸福砸中 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听了我的话 瘦子都惊呆了 虽然还未表态 但是滴溜乱转的目光 出卖了他的心情 不急 现在还不是找他要答案的时候 我的话开始起作用了 二十九号不动声色 慢慢地拉开了 和他老大的距离 蠢货 你跑什么 他在挑拨你看不懂吗 不是啊老大 我没跑 你先对付他 我去对付他弟弟 马上就回来帮你 手下耍滑头 胖子一时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先吃下这个饼 他是你弟弟 你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二十九号对这件事 又多提了一句 我忙着整理装备 没理他 蠢货 知道为什么系统提示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吗 这货不傻呀 马上就把挑拨离剑这一招 用到我身上了 看来这个老大不太飘 还能拎得清 胖子 你很想死吗 再说这些废话 我马上就杀过去 信不信 大概从没有人敢这样对他 二十九号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看他没乱震脚 我黑黑一阵憋笑 从开始谈判 我就没给过胖子好话 相反 对瘦子我倒是很照顾 很粗糙的手法 对他俩还算管用 哥 我们上吧 宰了他们 这句话话提醒了瘦子 他拿刀指住阿进 眼神却瞟向我 小子 看都看不见 就这么大口气 我先宰了你 迎着他探寻的目光 我轻轻点了点头 放过去二十九号 我只叮嘱阿进悠着点 在我和阿进的配合中 悠着点 就是随时蓄力一击必杀的意思 阿进明白 上下左右打量着老大 我知道我的目光一定很毒辣 我说过 要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放肆 面前这个胖子明显收敛起来 默默举起了手中的大刀 一声爆喝 我和胖子同时杀向对方 这些年 我冲动 暴力 从不忍气吞声 为的就是 大家生活得更有尊严 虽然辛苦 但希望已然真实存在 为我身边所有人 就是拼命 我也要把希望牢牢抓在手中 更何况 拜他所赐 老黄差点落到被吃掉的下场 如果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和他 和那些丧尸有什么区别 另一边 阿进把铁插轮的呜呜作响 冲着瘦子就杀了过去 而这狡猾的兽猴 在挡住了第一击之后 迅速掉头 跑掉了 老大 你先挡住 我去喊人 我和胖子红着眼打在一起 根本顾不上他 只有阿进 舔着铁插慢慢靠过来 你相信你弟弟 胖子架开了我的大刀 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对呀 我相信 现在二打一 有问题吗 31号 系统提示过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 蠢货 你为什么不听 Q&MD 我为什么要听 系统还让你去寻找能源呢 你为什么不听 胖子被我对到内伤 一肚子化憋了回去 只能无奈摇头 他终于明白 无论他许出再多的条件 我俩也不会放过他了 他为了现在 我为了将来 不死不休 打斗异常激烈 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胖子屡历惊人 但是身法却很笨拙 没一会就气喘吁吁 看来多年纯酒美食 不仅逃空了他的身体 也消磨掉了他的意志 看准时机 我一刀 磕飞了他的武器 反手回旋 破开了他胸腹 结束了这场战斗 我走上前去 默默看着 倒在地上的三十号 这个曾凌驾于同类之上 拿人类的幸福满足 自己欲望的混蛋 这个上一刻 还认为自己 已然成神的中年男人 此刻已是浑身血污 随着呼吸 胸口冒出一股股的血沫 年轻人 去找能源吧 要是能再来一次 我也会去的 你本来就应该去的 给我个痛快吧 我却摇了摇头 这样子杀人 我没做过 也不会做 三十号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气息越来越违靡 连我也看出来 他坚持不了一会了 相信吗 临死了 我心里却安宁了 人呐 想过系统 为什么不让你告诉别人吗 那是机器 它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程序 看着胖子 我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他说的对 系统不做无用功 他这样要求 肯定有原因 反正都要挂了 不如你告诉我 没有等到胖子的回答 胸口却猛然剧痛 我恶然低头 只见一截黑油油的 铁叉透体而出 黑红色的鲜血往下滴落 浓重的血腥味 却从嘴巴到鼻孔开始弥漫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相信你弟弟 那是机器 它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程序 我不傻 只是不愿相信 不愿去想 可依然没有改变这结果 看着胸前的铁叉 我想回头看他阿进 却又不想看见他 原来 他还真是个鸡脾气 心灰意冷 我不想再看见了 任何人 任何事 心已经死了 这个看见 对我还有意义吗 真是讽刺 最后看见的却是30号 明明已经死去 却偏是一脸嘲讽 仿佛不停在问 知道系统为什么不让你告诉别人吗 知道系统为什么不让你告诉别人吗 这个龟孙 嘴够贱 我闭上眼睛 耳边满是阿进惶恐的解释 哥 别怪我 哥 我不想啊 可是找不到能源了 我不能等十年啊 哥 是啊 我曾经答应过阿进 即使找不到能源 下一次我也会想办法让他能看见 现在 不用我再操心了 再次看着胸口的铁叉 我确定 以后也不用操心了 冷 冷得透彻心肺 心里空荡荡的 就像人从空中掉落 挣扎了20年才发现 我做过的一切如此可笑 我什么都不愿去想 只想安静 记得烧到老黄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个燃烧炉是个不错的归宿 闭嘴 阿进 我累了 送我去B5 烧了我 就用那个炉子烧 一点都不要剩 千万不要剩下 我不想任何人再记起我 那个以为自己能够看见的人 那个什么都看不到的人 我宁愿自己从没来过这个世界 宁愿这个笑话从没发生 阿进仍在我身边 努力地解释 只是声音越来越小 我已经懒得听了 眼前慢慢黑下来 我知道该解脱了 阿进 仔细看吧 这世界 真TM可笑 人类的欲望果然没有止境 当初我哪来勇气 想要拯救他们 这还真是个最大的笑话 还有 最后一件事 阿进 别告诉他们你能看见 千万不要